今天的遊戲是Inflation RPG 那Inflation本身是通貨膨脹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畫面上有一堆level的數值在跳 那可以想見這是一款以RPG而原型 然後又跟等級有相關的一個遊戲囉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始試試看好了 那一開始要選擇角色 隨便啦隨便一隻 只能進行30次的戰鬥 那一次戰鬥會耗一 盡量提升我的等級就對了 可以看到是一個非常復古風的RPG的形式 然後點著畫面的上下左右就可以走來走去這樣子 碰觸畫面就會自動戰鬥然後我就被秒殺了 好很適合新手的一個結局 所以我果然還是要在 適合自己等級的區域先練個功 史萊姆 RPG的第一個怪物永遠都是史萊姆 不然就哥布林 打得難分難死了齁 用一個暴擊吧 喔 打一隻史萊姆升了22等 然後會獲得能力點數 OK能力點數可以在 選單裡面進行增加 那我覺得重要點是應該是 不知道也不知道點什麼比較好 AGI是 攻擊速度跟必殺率 然後 LUC本身是必殺率跟道具還有獲得金額 我覺得就攻擊跟防禦啦 就是 這兩點好像最重要 先這樣好我們看看之後會有什麼特別那我 升等之後我就可以到達一些其他的地方練功 踢著一個斗篷奇怪什麼 喔又升了26等 這就是一個 真的就是通貨膨脹啊太誇張了 所以一開始最好往 地圖的下方走 他好像有上下左右四個方位可以選那 就照著他的提示往那個 下方走好南方地圖南方好不好 72等 我還是保守一點 小樹苗小樹苗被秒殺了 真的12等 有錢之後可以買武器或防具 裝備 喔然後還有裝飾品 900塊我可以買 武器吧 下面也太貴了吧 下面會不會也太貴了 買300塊武器好了 防具也來 哇買不起 等一下應該就買得起 裝飾品目前也是 貴 這遊戲看起來 元素還挺多的 不只有就是 打怪 你還要真的就像RPG一樣 配裝備什麼東東來的 這麼複雜 反正 反正我就是要盡量在30次的這個 Battle Point裡面盡量的提升到 越高的等級越好 等於說等級是我的分數的概念 現在96等 他其實很麻煩的一點是你每次打完一隻都要來配點 他沒有辦法就是譬如說 我自動升能之後自動配點 這樣不是就 還蠻方便的嗎 不然就是 譬如說我決定 Attack要 譬如說配個 5倍然後 Defense要5倍然後 HP要4倍這種依照比例的方式去給人家配 比較方便吧 反正就是 往到南邊的這個地圖 然後 一樣就是在自己的 自己的能力範圍內慢慢的打怪 我剛剛把南部的地圖全部掃了一遍 那到達大概400多等 那 現在好像適合等級會是在 右邊的樣子吧 就是東邊我去東邊的地圖看一下 對啊沒錯東邊其實反而還是 低於我的 等級的一些怪物 有點在浪費Battlepoint的感覺 因為當你從南邊的地圖回到中間的地圖的時候你又會 遇到怪然後就浪費一次點數這其實還蠻麻煩的 所以有可能 比較好的策略是你不要在同一個地圖裡面 呆到 你真的全部都可以打贏 你呆到可能 南邊的地圖呆到可能 譬如說 300多等你就先轉移到這邊 或是 西方的地圖這樣 因為你走路過程中還遇到怪這這也會練到工所以就很麻煩 啊 30點都用完了我現在最終結果是500多等 那身上有一些錢 他說 戰鬥獲得裝備還有能力是可以延續到下一個戰鬥 金錢車則沒有辦法 所以我要把剩下錢拿去轉換成裝備的意思 那 角色能力這一點我其實不是很確定 OK可以看到我買了一些武器還有防具 甚至還裝了裝飾品 那我這邊 八千多我看乾脆就是 拔花碗 拔花的講法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準備 進行第2場好了 這等於說你就是可以一直不斷累積你的金錢然後裝備能力什麼然後一直 一直往前 好 好 一樣回到了這個組畫面之後 我剛其實一直想要換一隻妹子來玩 可是這樣妹子身上的我能力只是歸零可是裝備還在 OK這樣我理解 不過還是盡量培養妹子為主 那我現在一等我打打看 不知道25等會不會打 還是保守一點 我秒殺 所以其實有裝備之後那個能力的那個 任務其實 可以往前喔 就是一等可以打個50等之類的那種感覺 我那這樣子 像其實他這個適合的Level寫在這邊其實也沒什麼太大意思 寫給第1次了第1次玩的人而已啊 我剛整個直接 直接直接一擊秒殺哎這太誇張了吧 然後我一樣也掃完南部的地圖 那這一次 等級比較低一點390幾個樣子 現在又深了不過 這樣子就可以趕快的到東邊的地圖 來測試喔 像這邊380我現在390 就目前都還是打的可是 東邊這邊好像有一點 Level落差像這邊380已經是很深 很深的地方那可是再往前就是完全紅色的框框 所以可能是西邊吧我也不是很確定這邊好像都沒有路可以走了 好我跑到西邊喔然後繼續往前走好了有看到一個稍微橘色一點的方框 800 然後這邊講一點他其實每個區塊有一些特殊的譬如說 獎勵 或者是經驗加倍這種 他後面誇號3的意思就是你打3次這個東西就有個減 像現在變2了 就你如果想要經驗或者是一些什麼加倍啊一些bonus的話你可以在這地方一直繞 不過我覺得沒有這個需求 然後 越強怪物現在都有兩種血量 第一條比較像是護盾的概念就是護盾比較難打 接下來血量就可以砍很輕鬆 大概是這種概念然後你只要一被怪物砍死就直接損失3點的 所以真的要爭奪自己的能力不要浪費這些點數 那還有一個原因就其實我 很懶得去加這邊的例子 所以就變成說 有時候不然衝太前面就死掉了 各位觀眾 現在來到了西邊的深處是1000等啊 不過這個路沒有辦法再往前 所以就 只能卡在這 然後這隻大象看起來像是一個 類似boss的感覺 不過還是被我秒了 八十九等 因為我點數不夠了可能沒有辦法再往前走多少 那這邊其實我剛剛發現他有一個就是你可以增加你的 呃獎金 等於說你獲得錢會比較多 很像金庫那種概念 那我剛領了4000多塊 其實 以金錢來講這個 我還蠻滿意的 蠻多的 那第二輪的結果這邊來結算啦 大概是1000 1400等 那因為我沒有 特別在中途買裝備或者是裝飾品 所以我現在大概有34000塊 其實挺多的 可是雖然有34000我不覺得可以買到多少 好東西 可以看到 買一把劍就17000了 實在是太貴了 貴得誇張 我又開啟了第3輪齁 那基本上第3輪了我已經 稍微會晚了也知道可以 月等啊或者是什麼 像我現在1等直接打25 應該也是秒殺啊我覺得 果然齁沒錯 所以比較會抓那個大概要打哪個層級的怪 就還ok 那我們就看這次能夠拼到幾等吧 那我這次花18次戰鬥就把南部 掃了一遍然後來到西部的最先出1000等這邊 那我等一下打算就是利用這大概10次的機會 趕快衝到北邊 看一下北邊有什麼東西齁 這場會不會 贏了贏了 打的有點危險因為我一直在月等打怪 RPG裡面月等打怪其實 真的要很有自信 好那我們現在就往北邊走囉 好來吧 有一隻這什麼 王嗎 他應該會被我秒殺吧 對啊護盾打完之後直接秒殺 這是 他好爛喔 所以其實我不應該在1000等那邊排好了 我應該 先把這王打掉齁 北邊感覺可以再更提早的 往前衝 基本能力升到Level1 所以他剛剛說的能力會留下來 是我 打完這個王之後的能力 並不是這些等級的升等能力 沒關係 走吧走吧 北邊是一個城堡的感覺 950 950 這也是基本是鳥殺 往上往上往上 上面到底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隨便點隨便點 你看到就已經開打了 他好痛喔 好險好險 他們現在就變成護盾超厚然後血量 很少這樣子 可是護盾又特別難打 我真的是 一不小心就要死在這了 怎麼是防禦1350齁 可以看到這邊好像還有一隻王的樣子 哇 這隻太強了吧等一下 不是1350嗎 欸 我要輸了 哇 1350的 天啊 對啊中間還有一隻王 為什麼這1350的強度會差這麼多 剛剛那水腰是怎麼回事 這是什麼護城翼龍感覺就爛死了 好現在我要打打看中間這隻王 不知道怎麼樣 完全打不贏耶這直接碾壓耶 可是他中間寫要適合2000 2000等所以 等級不夠也是一個原因吧 可是我明明2000等 他那個王有點誇張 然後存到的錢 大概3萬多 跟第2輪差不多 所以 錢真的不好存 不知道 盡量的打王 或者是月等打怪 才賺得比較多 總之這就是這款 通貨膨脹類型的RPG啦 大家來挑戰看看吧 那一樣想看我其他影片 你可以點影片 左右兩方 這次就先這樣啊 我會想看我 得到